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武海飛揚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開始反彈 那韓國股市你如果有去觀察的話 漲幅更是兇 那台北股市如果跟它去比好像漲得不夠多 那其實這個行情我還是回到你從週線的角度去看 還是認為要持續的量能要持續的增溫 那對於向未來的走勢 你要化解危機繼續向上走 絕對才會有幫助 所以不要只看一天兩天 就是一個量能結構要持續的補足 那整個行情的一個結構 持續向上的格局就不會改變 那今天因為權值股有稍微動了一下 所以整個行情在上市指數的部分表現算是不錯 那接下來明後天又是一個關鍵 你明後天你明天禮拜五如果能夠持續的向上 到下週都能夠不錯的表現 尤其下個禮拜量不能又再萎縮 所以如果下禮拜的量又萎縮 那就是又回到我講的你的週線來看 量能結構 然後還沒有準備就緒 所以其實它不是大問題 就是一個你要等待它一個確定 要再攻的一個態勢要確定 可是我希望各位就是說 你看今天的行情 指數明明就大漲 指數明明就大漲 漲了239點 一路收高 可是問題是 我希望各位不要去遭遇到哪一種問題 譬如說這種股票 我說我現在不是股票的問題 你看現在這個標題 加零 4976 開高 收最低 這樣多少 從高到低就10% 就一根停板了 是不是 就一根停板了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不是加零不好 它怎麼會不好 它有它的題材 它當然好 可是問題出在哪裡 我希望各位不要遭遇到這種問題 做股票如果遭遇到這種問題 你會覺得很納悶 股市大漲 今天大漲200點 結果你遇到這種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早上去買 你看 那你看指數是這樣走 大漲239 問題在哪裡 不是股票 是位置 我們要去做的位置一定是什麼 我100%我要確定 我這裡買我一定要賺 我才出手 那種位置絕對不是 你看到它已經漲上來了 你再去做 不對啊 你去看問題在哪裡 這加零 可以先來看 今天在這裡 開高走低 那請問各位 那你為什麼不在這裡買 你為什麼不在這裡買 你在這裡買的話 80塊上下 80塊上下 到這邊 120 130 80到120 40塊價差 80到120 各位 你現在看畫面 你覺得這裡好像沒有很多 不是喔 80到120 40塊五成喔 你看到畫面這一段 大賺幾十萬 你100萬買下去 賺幾十萬 結果呢 你選擇在今天才去買 那請問你 結果呢 所以同一檔股票 我說過不是股票問題 是同一支股票 為什麼這裡買的人 跟這裡買的人 感受差很大 為什麼 然後你看到指數大漲 明明就是一萬六千點的好行情 可是你卻虧損 這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每天所講的 你出手的位置在哪裡 決定你最後的結局 所以跟指數在一萬六還是衝上去到一萬七 不保證你一定賺錢喔 九千點 等到一萬 一萬到一萬一到一萬二 一萬三一萬四一萬五到一萬六了 不保證每個人都賺喔 為什麼 因為你的做法決定你最後輸贏嘛 這麼樣的行情 你的做法是告訴你在這裡可以買 你今天跑去買的 佳麟的原因跟理由是什麼 那在這裡買的原因跟理由呢 回頭一看 如果你每一次都能夠在這種位置買 你贏定了嘛 你百分之百賺錢嘛 那叫什麼 這叫什麼位置 這就是一個什麼 轉折嘛 我每一次都能夠在轉折的位置買 我一定賺嘛 我百分之百賺嘛 我說我先不要講波段 我一個價差我就賺幾十萬了嘛 我每一次我就賺價差就夠了 我就一檔就賺幾十萬了 因為我都能夠抓到轉折點 我一定賺 所以如果你可以開始去改變做法 你在轉折買股票 你絕對賺嘛 先不要講波段 你就關支價差你就賺不完了 所以你看我的操作 我們先不要講說你能賺一波能賺多少 你先看我的買的位置就好 為什麼我們做法一定要賺 我一定要賺錢為什麼 你看我在哪裡買 就是安國有沒有 他準備要發動了 然後你再看喔 未來回頭一看 安國怎麼上去的 上去公布營收三根漲停 然後呢四度亮燈第四根漲停 賺幾十萬了吧 五根漲停 六根漲停 六根漲停 在哪裡買 在這裡買 請問這是什麼位置 轉折 是不是 是不是轉折 那我在這裡買 是不是一定賺 在這裡做動作 是不是一定賺 這兩天震盪 你根本不計較 不在乎 因為你在轉折買的 懂了嗎 從這裡上來 從這裡上來 大賺幾十萬 今天如何也不是重點了 那現在分盤交易 難免震盪 就是真的整理一下 分盤交易 這是很合理的走法 可是關鍵在哪裡 你要再轉折買股票 你要求意思嗎 轉折買一定賺 很多人說 什麼東西 做股票怎麼做 能夠一定賺 百分之百賺 百分之一百一定賺的做法 就是你能夠買在轉折 你一定賺嘛 你要這樣子做股票 那我就不知道該 我要怎麼講了 你在這裡買 我沒意見 問題是你要看一下 你在哪裡買嘛 今天早上這個位置 它是在這種位置 它不是在轉折耶 所以你在這種位置買 你今天的一百萬 如果選擇買加鈴 你為什麼不去選擇一個 今天正在轉折的股票 很難嗎 不難 可是一般投資朋友呢 總是一不小心就跑去買了一個 前兩天 這禮拜很強的 它受不了了 終於跳進去追 你為什麼不再轉折去買股票 來 連展 你看我們怎麼做股票 怎麼上股票怎麼上去的 怎麼做股票能夠賺錢 我在哪裡買 你看它是不是創新高了 它是不是創新高了 是不是 哪裡買 你在這裡買 它是不是轉折 你在這裡買 它是不是轉折 我是不是賺一波了 一波上去 還創新高 我根本不用跟你們去追股票 去搶股票 我們在買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跟人家搶 因為那是轉折區 所以我一定賺 懂了嗎 所以我一定賺 不要講它這一波 未來波段能夠到哪裡 我們先不要去預設立場 我就先拿價差 你就賺翻了 你只要每一次出口都在轉折買 你光是價差你賺不完了 所以我常常其實我們的客戶裡面 其實很多大部分 我說實在話 大部分 賺到兩成三成 有些都自己先偷賺 偷跑了 那有些比較老實的投資會員朋友 會打電話問一下 他可不可以先賣一些 先怎麼樣 那只要有問的 我都覺得OK 沒有問題 因為這是 這是你的自由 你的權利 賺錢能夠讓你開心的動作 那就很棒 那就是最棒的 沒有說你一定得怎麼樣怎麼樣 你一定得賺到五成 賺到一倍 你才能賣 我從來不會這樣要求客戶 但是我告訴客戶 是我們做這個標的 搭配基本面題材面 它有機會到哪裡 可是過程中 因為我們買了轉折點 所以你一下子就賺兩成三成之後 你當然會想賣 我可以願意 你那減碼都可以 你賺了100萬賺20萬賺30萬 你會不會想要放口袋 你會想要放口袋 這是人之常情 可是當你發現 每一次都賺兩成三成 兩成三成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賺價差好容易 賺價差有那麼容易嗎 關鍵在哪裡 我每一檔我都在轉折買 中光電 中光電怎麼上來 問題是 不是上來才買啊 不是上來才去追啊 這個位置在哪裡 這裡位置在哪裡 你看 請問 這是哪裡 這個壓回這是哪裡 懂了嗎 這裡可不可以再買 我們在買的時候 你去看K線 你會覺得不好看 黑K 或者是當天收黑 收碟 這裡也不好看 可是我們在買的時候 市場沒有人會跟我搶 我跟你買的時候 你要未來回頭看 我帶你買的位置在哪裡 我帶你買的位置 如果它百分之百一定會賺 那就是轉折點 轉折點出現的時候 沒有人會跟你搶 你們仔細去 當你們冷靜 你聽完我的節目之後 你冷靜之後 你待會兒有空 晚上有空 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每一張每一張 每一檔股票 不要只看十檔二十檔 你看個兩百檔三百檔 你給它掃下來看 你發現 每一檔的轉折的位置 量都不會很大 也就代表那個當時 那個當下 沒有人跟你搶 可是每一次那種位置 它就是轉折的位置 所以誰能夠帶你在轉折的位置買 代表什麼 你一定賺錢 可是一般那種位置 你不會想做動作 你們不會注意到它 你們會去注意的是 當日大漲的 漲停的 昨天漲停的 前天大漲的 這兩天這禮拜很強的 你們會去注意到它 那當有一天又開高上去 你受不了了 你忍不住了 你去追了 就那一天 開高走低了 然後你事後冷靜之後 回頭一看 你買的位置 偏偏就不是什麼 轉折 已經早就脫離轉折了 你們才去買 人家在轉折買的人 已經賺了40% 50% 你才去買 你不覺得 哇這樣的 你不覺得 這樣的行為 很傻嗎 不要 不要讓這種事情 一再發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不斷每天都告訴各位 你不要跟著人群走 你要自己默默耕耘 可是你默默耕耘 那在哪裡 要轉折的位置 足底尾聲之後準備啟動錢 你要抓轉折點去買進 所以你怎麼做 你絕對都賺 絕對多賺 你要賺到價差 你要先走 隨便你 未來長期波段要賺多少 先不用預測立場 光是價差你就賺不完了 幾十萬 當你能夠在轉折點買的時候 你每一檔 我就講 我用整數一百萬來算 一百萬的操作 任何一檔款 一百萬要轉折去買 你隨隨便便 就是六位數進帳 絕對賺六位數 不會說要賺兩%三% 你就要賺了 就走了 那個不夠看 你今天進來操作 再轉折去買 不是只為了賺三% 五% 是要賺多少 我一檔要賺六位數 賺二十萬 賺三十萬 賺四十萬 賺五十萬 就賺六位數 以一百萬資金去投入來看的話 我再轉折去買 我很輕鬆沒有拿到六位數獲利 所以當你發現 如果很輕鬆能夠賺到價差 賺到六位數進帳的話 那這個做法 難道沒有辦法幫助到各位嗎 股票需要去追漲嗎 追漲是賺不到六位數的 什麼 你看我每一檔股票 你們會覺得 這是股票的問題嗎 我每天都跟各位報告 真的都不是股票問題 對他們或許有他們的成長性 他們的題材 他們價值被低估 可是關鍵不是在這些標的 我剛才講的 你說佳玲好不好 佳玲好不好 題材很好啊 對不對 有想像空間有成長性 業績很好啊 OK啊 但問題是 出在哪個 出在什麼問題 你什麼時候買嗎 再好的股票 你在對的位置買 你就是賺 你在錯的位置買呢 你就等 你就等 你什麼期待 能夠再創新高了嗎 跟股票有沒有關係 或許有 但是最重要的 最直接的還是什麼 你在哪裡買 沒有人會跟你強調 做股票的 買的位置的這種問題 有沒有 你去回憶一下 你今天看了什麼節目 有沒有 這些分析師 有沒有告訴你 做股票應該在哪裡買 那個關鍵在 輸贏關鍵在位置 有沒有跟你講這種位置 沒有 你去回憶一下 你今天看了這麼多節目 有沒有任何一個分析師 就是告訴你這個問題 他們是不是都告訴你 因為他們做了哪一檔股票 基本沒有多棒 所以大漲漲停 他們賺翻了 他們的會員都大賺了 股票最強了 你聽到的都是這種內容 可是當有一天你真的 你曾經 我現在講 你們注意聽 你曾經就是報名那種分析師 跟著他們操作的那些人的 投資朋友觀眾朋友 請問你 你報名之後的感受是什麼 從來都不會帶你買在轉折 你買的位置絕對是已經轉強了 已經長了好幾段了 或者是長了好幾天了 你才接到指示可以去買 我講的對不對 那這些人節目上 為什麼不跟你強調 買的位置是最關鍵 原因是什麼你就知道了 因為他不會帶你在 對的位置買股票 所以他們會告訴你 基本面最棒 最好的股票 你去買一定賺 是真的一定賺嗎 會賺最多嗎 你覺得呢 基本面好不好 很好 他一樣這樣走 你怎麼解釋 你要跟我解釋為什麼啊 對不對 位置不對 這樣懂了嗎 只有轉折 只有位置 決定輸贏 沒有人跟你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每天講 每天強調 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 開始有很多長輩朋友 很多投資先進 陸陸續續 撥電話到公司 陸陸續續 有人約我要報名 我要跟你的操作 因為他們開始認同 他們 其實我講 其實我講的就是很無奈 大部分 跟著我們操作 報名入會的投資朋友 都是吃到虧了 都是吃虧了 然後才感受到 我每天所強調的 為什麼位置這麼重要 不是只有股票 公司好不好問題 你的位置 什麼時候買更重要 他們吃過虧了 能夠 你當你吃過虧的時候 你就能感受我所講的 位置很重要 再好的股票 強調一件事情 對著位置買 才會賺 那如果我們能夠 再轉折位置買 一定賺 所以我們所要追求的是 你能不能再轉折位置買 那這樣的話 你的績效一定棒 你的客戶 一定能夠賺到錢 對不對 那所以客戶是要來賺波段 還是要賺價差 都不是重點的 重點是 他要的波段 他要的價差 一定都拿得到 為什麼 因為位置對 你要記我意思嗎 神貌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什麼時候買 足底尾聲 轉折的時候買 買完之後 墊高 你看 買完之後 有沒有一個開高走低 有沒有 有沒有開高走低 有啊 開高走低你們怎麼解讀 這不好這完蛋了 結果呢 你回頭看嘛 轉折的位置買 一定賺嘛 過程一兩天 你不要在乎 你要去解釋它 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它跳空開高 開這麼高 給人家解套 給人家解套 一定有機會開高走低 可是我開高走低之後呢 我還是向上推嘛 我願意開上去 給你換手了嘛 我願意從這裡開到這裡 讓你們賣出來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要讓它上去嘛 我根本不怕你們賣出來嘛 我開上去讓你賣了 你還看不出來 這個股票要上去嗎 所以不要從單一的K線 黑K 開高走低 收跌 就給它打分數 它不好 它好 我的會員不會這樣子 我的會員已經習慣了 照著指示做就對了 你不要看一兩天 未來你看 就這樣子而已嗎 兩天兩根漲停 兩天兩根漲停 兩天兩根 這是什麼位置 這是什麼位置 轉折 所以你一定賺 三天三根漲停 這是什麼位置 轉折 所以你一定賺 懂了嗎 所以你一定賺 那這樣子呢 這樣的如果你說 你價差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樣多少 這樣的一百萬差多少 一百萬差了四十萬 對一個資金可能 只有一百萬的人來說 哇賺四十萬了 他會想賣 他會想賣 我不阻止會員 新成員來這邊 一檔股票賺三支漲 三天三根一百萬投入下去 賺四十萬 你說他要怎麼做 他當然會想賣啊 他從來沒有一百萬 他只有一百萬 各位 你不能說老師我一千萬一百萬賺四十萬 沒什麼感覺 對 問題是他們只有一百萬的人 他一百萬買這個標的 他賺四十萬了 他會怎麼想 你會怎麼想 我想先賣可以嗎 可以啊 那是賣 那是因為看壞嗎 不是 是因為你們想賣 我讓你先賣 可是波斷角度 我沒有看壞他 那為什麼客戶可以賺到錢 因為這轉折區 我帶你買 操作股號是這樣的 懂嗎 操作股號是這麼回事的 真的不是你們所想的 題材多好 我什麼時候去買 我都一定會賺 真的嗎 不是喔 三個月全你去 你可能或許買了一檔 業績很棒的股票 題材很漂亮的股票 人人推薦的股票 跟著人群走 去買了什麼 去追了什麼 三個月後的現在呢 可能還沒解套 常常有人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這種問題啊 對不對 在我這裡每一檔都是如此 頂圓 我都先預告的嘛 轉折到了要買 22號漲停 回頭看一下 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二月初 你自己看看在哪裡 為什麼會賺錢 為什麼 因為這是轉折 這樣多少 這樣你又賺二三十萬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下半段回來 我會給你一個東西 一檔股票 它在轉折 你要趕快來買 現在買一定會賺的股票 是什麼股票 要業績很好 可是又在轉折區 你也買自走就對了 進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週一至週五 非凡新聞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转折到的时候呢 我就在节目中给你预告 提醒你赶快来买 那个当下你来买 就是买在转折区 所以你一定要赚钱 你投入一百万 上去之后 你轻轻松松就是六位数进账 每一次你都赚六位数 我真的不相信 你说老师 你这一波到一万六 你说你都没赚到钱 还有很多股票你套在手上 我说那些问题在哪里 在位置 就是在位置的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相信你的选股能力 我相信各位 可是问题是我质疑 许许多多人买的位置 关键问题就是位置 2月4号 我说到转折了 可以买 筹码集结之后呢 到转折它要上去的 你现在买会赚钱 2月4号 邻居 今天的邻居到这边 2月4号 当时2月初的时候在这里 2月初在这里 你怎么买都没有人跟你抢 对不对 量是小量区 对不对 没有人跟你抢 今天在这里 而且怎么样 创高 大量创高 已经过了 这样子请问一下 你当时100万在这里 这样赚多少 是不是六位数 有没有又拿到六位数获利 那我能不能先讲 转折到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那当时你如果你想赚钱 你就拨电话来 一月底 我说这个到转折的 要上去会赚钱 当时来买就是买来转折 会赚钱 爱恩特 3646 一月底 有没有突破高点 已经到这边来了 一月底在哪里 这是二月嘛 对不对 二月开始就上去了 一月底在这边 这个区块 你都可以买 没有人跟你抢 有没有赚钱 你当时投入100万 这样子六位数赚到 一个波段完整 能够走到哪里 都不用说预设立场 你光是价差 你就赚不完了 那为什么我们做的 比别人好 我讲了嘛 位置嘛 你的老师从来不在乎位置 每天上节目 只是告诉你题材多棒 基本面多棒 所以你只要去买 你一定会赚钱 你一定翻身了 你相信吗 你曾经报名过的 你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嘛 他既然节目上不重视位置 你去了之后 你报名之后 你就准备去追涨 懂吗 你就准备去追涨 为什么 因为题材很好 所以你怎么追都无所谓 是吗 那今天的佳林怎么回事 开高走低 今天不止佳林 还有好多好多股票 前几天3019雅光 雅光大涨 很多人去追 结果呢 雅光 很多人前几天去追 结果呢 你看 一二三四 靠四天了 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买 你要在这里追呢 这种事情啊 每天都在发生 这个股票你看 YOY 一月份暴增到一倍多了 各位 业绩爆发了 足底32周 进尾升 进入转折 这档股票 如果你要买 请来电 跟着我们操作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